一場交通事故的意外 讓高雄市警方同時也意外的找到失竊車輛 日前發生在高雄市小港區的一場車禍事故 小港分局漢民所員警 接獲通報前往處理時 赫蘭發現該輛造勢的自小客車 竟然是來自雲林縣斗六市警分局 才剛通報的失竊車輛 你去哪裡牽的? 在南投那裡 南投喔 你是怎麼看呢? 你哪裡人啊? 你是怎麼看? 因為他鑰匙會拔 警方進一步了解後 原來是兩名年輕竊賢 為了想到南部出遊 竟然對路邊汽車洞上歪腦筋 找了輛鑰匙沒有拔的自小客車 直接發動開走 一路南下卻在高雄市發生車禍 所訊事故現場無人受傷 羅賢行竊後在黃賢 一路從雲林縣南下至高雄找親友 秦津小港區紅坪路與三明路口時 因未注意前方車況而發生事故 現場無人受傷 混亂尋後依刑法切到罪嫌 及少年事件處理法 移送高雄地檢署偵辦 對於切嫌如此容易偷到車輛 警方提醒市民大眾 在聽放車輛後 務必再次確認車鑰匙是否有拔走 以免遭不法歹徒趁機勤切 造成財務上的損失 記者李佳龍高雄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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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